调解一下今天这位嘉宾的基本情况 来 请看一下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在一起也很久了 人应该很理解对方的 但他根本不能理解我的感受 遇到事情总是要跟我讲道理 我很多时候只是想得到他的关心 但他总觉得我太矫情 觉得我无力取闹 我一直都是顶着为他好的思维 来给他建议 给他说很多事情 但是他总不满意 而且他提出来让我做的事情 我也都会尽力去满足他 但他还是会找各种理由来跟我争论 我觉得好麻烦好累 我就想知道我们俩之间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我俩是谁对谁错 还是说我们根本就不合适 我觉得我做的没有问题 但他为什么总是要把一点小事情 都上升到我喜不喜欢他 爱不爱他呢 我真的搞不明白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小周28岁来自湖北调酒师 小李26岁来自广西活动策划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女生在介绍的时候用了好几个多 认识很多年 多少年啊 认识又超过十年了 谈恋爱谈了几年 谈恋爱五六年 哦 时间不短了 应该彼此非常非常地了解对吧 是 已经很熟了 那怎么还会出现 你们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呢 虽然说矛盾也不是什么大的矛盾 也没有平时我看节目的那些矛盾大 但是小问题累积成山的话 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我现在就不知道了 行 那我们就说说这些小问题呗 在生活中嘛 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不顺心啊 委屈的事情 是 那我不跟我的男朋友说 我跟谁说呢 然后我就可能说的一些事情嘛 我跟他说解决办法 他又不听 你们能举个例子嘛 那是听着云里雾里的啊 就比如说嘛 我之前工作的是住在宿舍里面的 然后我们宿舍就是几个女生嘛 五六个吧 其中一对的男朋友 我就经常来宿舍里面找他聊一下天 吃一下宵夜什么的 那有一次我就在洗手间里面洗澡 就是我习惯洗澡是不戴长裙或者外套的 就是穿的比较少 就没法出来了 他们在外面聊天 我就一直在里面等着 就想等他们聊完了 我再出去嘛 然后大概等了一个小时 在里面就挺郁闷的 然后出来之后就觉得有点委屈 我就跟他说嘛 如果他能安慰我一下 红我一下 我就会很开心 然后没想到他就开始跟我讲道理 所以我就觉得他干嘛不提醒一下外面的人呢 他就一点动静都没有 就在里面等着 不是他自己自找的吗 当时原话是这样的 他说你自己没有去解决这件事情 然后让自己受委屈 你不是活该吗 可能说的有点严重 但是我就觉得他很活该呀 行 这个事儿一听我们就听明白了 你觉得没有起到一个男友的责任 是吧 我就想说我把委屈说出来 你安慰我一下 我是想怎样去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你可以之后跟他们说你们这样 以后能不能注意一点 毕竟是女生出色 男生去了本来就不好 你不说他们永远也不知道 是是是 你别再给他讲道理了 就你为什么 不是说跟他讲道理 我是说你下次 或者说之后你跟别人讲一下 就不会再这样了 你看嘛 就连现在这么多人 他都要跟我先讲个对错 是我错了 我去认错 我跟你说我错了 我没有跟他争对错 他才会 他还不一定会好过 我跟他怎样去避免以后 再避免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是为了让你不受委屈 不是跟你争对错 但是在事情发生下的当时 我只是心里很委屈 你男朋友还要来 就好像站在对面的阵营了 我就觉得我不能 说白了就是手滑破了 您到底是先给他贴一创可贴 还是问他说 你手怎么又不小心滑破了 我跟你讲 你怎么不长记性 不就这意思吗 我跟他经常说事情 他也都不怎么听我的 有一个同事 我就听说过这个人 风情不是太好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不要跟他太亲密 我前一天刚说完话 后一个星期 他就跟那个女的 就关心特别好的样子 同思同住 然后之后 知道吧 重点是之后 他自己也发现 那个女生真的是 就像我说的那样 然后他再来跟我说 我就觉得 你不听我的吗 你又活该了 当时确实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吧 一个女生 而且还是我室友 我总听别人说的话 然后不去跟他接触 我怎么知道 他是个好人 还是不让你们 不接触 你们做同事就可以了 你要那么亲密 跳过 然后后面 他永远都在跟我讲道理 要么就是把我闹哭了 把我闹哭了 可好了 把我闹哭了 他就开始不理我了 你自己哭吧 哭完了 然后再跟你讲道理 那我只是要求他 可能讲几句好话 抱一下我 很高吗 我的要求很高吗 不高 不高 我们之间很多小事情 就比如说有一天下班了 然后外面很冷 我们俩一起走出去 就说好冷 你干嘛不说前面呢 就下班很冷 回去 你也够矫情 我不是说矫情 就外面很冷 我就跟他说 我说外面有点冷 你把外套戴着 不拿 我不想拿 好 就一下楼出去就好冷 你为什么当时 就帮他拿了不就得了吗 你还矫情 我说了他干嘛不拿呢 干嘛不 都穿了外套 他的心理想 就是让你拿的吗 原场面是这样的 我跟他说 好冷啊 我认为的画面就是 冷吗 我把外套脱给你啊 我跟你说了 冷啊 你不拿衣服 我干嘛要脱给你啊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 原话是 原话如果是像你现在这么说 我就不会来这了 他原话的时候 然后我穿了外套 我不冷吗 我脱给你 我不冷吗 我心里面会有个小文本 我其实说 我好冷啊 其实想给他加分 如果你说 我把衣服脱给你 然后我心里面就会觉得 男朋友好好 我要给他加五分 对对对 现在就扣了 后来男朋友就自己感冒了 男朋友就在心里给女朋友 减了五分 他还跟我说 他就太好 要这样子一分呢 我跟你说了 拿衣服是为你好 还是为我的你好 你就听他说嘛 你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下次人家再说冷 就把衣服脱下 对呀 我为他好了 我让你把衣服戴的事 不想你冷啊 不是为我自己啊 再听一遍啊 我冷 不是真冷 是想让他把衣服给我 穿不穿我的事 听明白了 那就是他矫情 那就矫情就矫情了呗 你听懂了没有啊 现在他不再跟你论谁矫情 他在论他的感情受了伤害 还没听明白 即使谁 你接着说接着说啊 还有什么小事吗 有 最简单的一件事 你看他那个帐门有多厚 最简单了 我就叫他给我递瓶水 我态度很好啊 帮我拿瓶水过来 然后就说等一下嘛 等一下嘛 我就推他拿瓶水啊 然后我就去拿了 拿了过来 就是脸上就写着 我不耐烦 我想喝水 我自己都不会拿 但是我还是给你拿了 你应该敢恩戴德 你不要给我闹哦 谁也给你拿了 你还要说我 你跟我说了 我说等一下嘛 你就等一下就好了啊 你干嘛还去啊 快点去快点去啊 我不知道去吗 要你说 对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还是转化到 还要忙着奥利 拿是拿了 他让我做的事情 基本上都具体的做 听明白了 女生说 事能算的 我们做的办法 是不能说是吧 而且态度不好是吧 后面跟他讲的 还会再跟你讲道理 我事前已经给你办了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你就是很麻烦啊 行 女生的这个账本 我先听到这儿啊 你心里有账本吗 也就是这些小时候啊 跟他有过矛盾的话 他就会去跟他闺蜜说 我就很不喜欢他这样 干嘛要跟别人说呢 你看我从我男朋友这里 得不到安慰 我还不能跟我闺蜜说 得到安慰 那就很过分啦 难道我要跟我妈妈说吗 我没有不安慰你吗 你就是没有安慰我 你看你现在还跟我讲道理 你听过我说话吗到底 难道我这些事情 你要去跟我的家人说吗 那我家人肯定说 那闺蜜你就不要跟他处了吗 换个男朋友吗 你也知道说了会这样 那我跟我闺蜜说 他们会安慰我啊 我没有只说你坏话 他就从我手机上看了 就刚好我闺蜜就发过来嘛 说昨天关于你说的 那个事我想了一下之类的 他就给我讲道理啊 讲了一晚上啊 我没有得到任何的 我觉得让我心情愉悦的东西 你也觉得自己是做的是对的吗 我觉得没有毛病啊 我跟你讲不同 你们俩谈了也有五六年了是吧 对 你们有没有什么开心时光啊 挺多的 那帐门里面 也挺多的 除了这些小事情 其他还是开心的 要不然也不会在一起了 对对对 我希望他不要再跟我讲道理了 我不喜欢听道理 我就想让他安慰我 这个你跟他说过吗 说过 他挺过分的 我跟他说 下次吵架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就抱着我 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了 他跟我说 到底我都懂啊 他说我就是做不到啊 我不觉得我有错 也不觉得你是对的 是吗 我能安慰你呢 是吗 说过 这些事情就不是很大的事情 他就 就很小题大做嘛 因为我觉得我对他也 还是很好的嘛 他平常睡到中午起来的话 早饭也不吃 我就做好了 拿去给他嘛 然后他对我一般提的 要求就算我不想去做 我也会去给他做 如果出去玩啊 然后拍照 他让我拍的 我还是面带微笑啊 兴高采烈的跟他拍 拍完之后 我就跟他说 我不理解 你们干嘛呀 这样好吗 好吗 我对他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小李说说我不要你为了我好 确实是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他好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请你不要为了他好 请你只对他好 还有你说 你希望你给他的这些道理 是为了让他避免伤害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这些伤害远不及你在感情当中 带给他的伤害大 女生有的时候要的不是 你教我怎么去做 我要的只是你安慰我 因为人生的道路上 谁都会摔摔打打 你不要跟我讲 这个过程当中 我为什么会摔倒 我应该怎样站起来 你只需要在我摔倒的时候 给我一个拥抱和肩膀 告诉我 有你在就可以了 这就是女生的思维 而你呢 为了讲道理 你的出发点是说 为了他好 但在我们看来 就是在标榜自己的成熟 和立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的微信 这是永远都是我最大 我说的是对的 而你这个信号传达出来一个 最直接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时间长了 你烦他了 因为你的这种无限制的讲道理 处处在打压他 处处在说着三个字 看不起 这么小的事 这么简单的 你就活该啊 你让他听到的这个意思 让我听到的这个意思 就是这样 你好烦这个女生啊 你已经没有任何的耐心 听他去倾诉他心中的那些烦恼 你已经没有任何的耐心 再去听他 跟你说他那些委屈 你想想 你们刚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你给他讲的这些道理 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自己好好回忆一下 接下来对女生来说 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明知道 有很多事情 你就是矫情的一下 矫情的人是你 有小本 要记他给你做的感动的事情 加五分 确实这一些东西呢 就是推动我们感情往前走的 这样的一个动力 但是如果你所有的事情 都用这么明确的方式去记录 多了少了 多了少了 那你就是激发他对你的那种烦 所以这也是你应该反思的一个点 好 就说这么多 谢谢 其实我觉得女生挺想到的 其实她埋怨的不是给对谁错 而说她想要的东西 包括比如天气冷啊 你要给她带衣服啊 包括给她做早餐 其实你是觉得我对她好 对不对 但她其实她要的 是你懂她的那颗心 包括她要的是 你真正愿意 心甘情愿地去了解她 她此时的烦恼 此时的不开心 到底是因为什么 比如说她躲在了卫生间的一个小时 其实很尴尬 很无助 当她第一时间想跟你联系的时候 你觉得她是想说 这件事今后应该怎么去处理吗 不是 她要的不是这个道理 她懂 她会 此时此刻她要的是说 你能体会到她的感受 而你对她的态度是怎么样 这些你没有给 你不懂的呀 而且你也不愿意去懂 你刚才说了很多 你说她是一个很麻烦的人 无奈烦 然后活该 她要的不是一个家长 不是一个导师 她要的是一个能够让自己在最受委屈的时候 一个亲属的人 而这个人你不能理解她 你就做不了她男朋友 别看每件事情你都对 但她也没有错 情理之间讲的是什么呢 如果只讲道理 道理是很冰冷 情理之间更多应该讲的是情 感情是热的 一味地讲道理 只能让这份感情凉确 该讲道理就是讲道理 但是该体会对方感受的时候 一样先体会对方的感受 谢谢 你正一直在掉眼泪 觉得挺委屈的 我说点好消息吧 其实你们两个的关系是亲密的 亲密在感情中的状态 是非常可贵的 所以从大的方向来看 我认为你们两个的感情是好的 其实我倒是觉得 刚才女孩说了一句话说 我像个孩子 我们两相处都像个孩子 这听起来是美好的 但实际上 我们可以把孩子那部分 留在生活里很小的一个空间 因为我们不是孩子 我们必须要携手长大 我认为你们两个 应该去规划更多的人生目标了 当我们把人生规划成 一段一段的里程 我们现在要做的主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去努力 也许你们就不会那么 鸡毛蒜皮地盯着对方的一点点 其实那么愿意争吵是因为在意啊 真的不在意吵什么吵啊 但我们这么在意就要找到方法 让这种在意不要变成疲惫 不要变成压力 所以我认为适合你们两个的方式 应该是相对保有独立空间 还有就是制定生活的目标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们的生活怎么规划 我们将来怎么对待父母 我们是不是该去做一些对未来生活 具体落地的想法 这样当你们的路清晰的时候 不会再盯着对方的鸡毛蒜皮了 调整一下方式 未来可以过得更好 好吗 谢谢 在生活当中 女人总喜欢把大道理掰成小事情 而男人总喜欢把小事情上升为大道理 我现在跟我在一起 我认为他拥挤到小事情 在智子里边 我认为警察 我认为他 몸tó発 在阶子里边 我认为它是尽快的 我认为社医学 ø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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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玩一个下午 朋友啊和同事啊 就会觉得这么幼稚 所以我就觉得 能找到一个这么 陪你幼稚的人 也挺不容易的 所以呢 彼此珍惜吗 所以就希望吧 他多记得 我们之间好的事情 我没有经历不好的事情 你这讨厌不讨厌 你说我记下来了 不就得了吗 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看大方面 来请回请回 谢谢两位 来请关门 请开门 来给你一次几回曲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头 有请 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 你是我的真实天生 为我能独占 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 只有一个真实天生 谢谢 祝你们开心吧 请回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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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要不是你出现